县长李明珍、立委许淑华、马文君 11日陪同高雄市长韩国瑜走访竹山镇的克明宫 指南宫及议会拜访 并与乡镇市长、地方代表及民间企业等进行交流座谈 林县长也和韩市长分享五星级的县镇经验 提供给韩市长参考过程轻松愉快 县长李明珍及韩国瑜市长首先抵达竹山克明宫残辈 那其民众将克明宫挤得血血铺通 韩国瑜表示自己是云林骨坑人 是南投人的好邻居 南投观光好、能勤好 所以初选后就来南投进行众教之旅 跟五星级的林明珍县长 立委、许淑华、马文君 一起祈求国泰民安 南投是我隔壁亲家 而且林县长又是南投五星级的县长 本来就要来南投来拜访 加上许淑华委员、马文君立委 以及地方的这些政治精英都是非常的热解 其实来南投每次都非常愉快 南投土地面积是台湾九分之一 4100平方公里 来南投以后不光是感觉山明水秀 空气清新 而且南投人特别的热情 随后一行人转往指南宫参拜 韩市长参拜晚后 也入乡学俗 乡土地宫借发财金 祈求高雄市府财政越来越好 中午韩市长也到议会拜访 并与乡镇市民、明代及民间企业等地方人士 进行交流座谈 受到议长何胜峰、副议长潘一群及议员等点欢迎 座谈中议员、观光业者、工业区厂商及农民团体 也针对有关远离、陆客减少、国内锦销消退及以地移休等冲击观光发展 为前自由贸易协定影响出口竞争力 以及影响农产品通关等议题 广泛讨认 韩市长也督促党旗地委 在立法院全力争取反应 并希望大家失手争取未来的好日志 记者曾光佑南投采访报导